别再期待斗罗金色液体了 斗罗249集丝毫没有提及天使第九考千任血行中的第三道账 在最新斗罗动画中唐三为了吸收三个九万年魂环 可未经历了九死一生 只是动画制作表现的不尽人意 三只千军蚁皇的修为已经超过了九万年 魂环的力量过于庞大 无奈之下 唐三使出了大须弥锤 靠着大须弥锤的强大威力 唐三在魂世界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 竟然一口气吸收了三个魂环 只是没想到 刚刚吸收完三只千军蚁皇的魂环 一片金色的羽毛出现在唐三面前 一把金色的巨剑从天而降 原来是千任血杀了过来 虽然只是第五魂祭 但他的威力足以撼动天地 接下千任血的第五魂祭后 按照千任血的说法 他绝对不会趁人之威 唐三吸收魂环遭到魂环的反噬 为了堂堂正正地击败唐三 他不会使用任何魂祭 随后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条件 两人只能使用武器交手 谁的武器率先落地 谁就是最后的失败者 唐三经过深思熟虑 接下了千任血的这个赌约 因为这个赌约对唐三而言是有利的 在两把神器碰撞之时 也激起了两把神器原主人的一些回忆 当初年轻时的天使神与海神 是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 但两人因理念不同 起了争强好胜之心 这与千道刘跟唐晨的关系是差不多的 所以天使神与海神会有宿命中的一战 刚好印证了唐三与千任血的一战